认识一个人需要多久 一年 十年 一辈子 人家就是一匹好的千里马 我也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公司也造成很多损失 给人家应聘的人也会造成很多损失 之前会有很多的一些挑剔 同事觉得他们完成的不够好 可能会有一些对立 就是一改变计划我就立刻会慌神 没有安全感 懂一个人 需要多久 一秒 一眼 或一声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老公去沟通 找到这样的一个老公 过去就想 怎么养了女儿咋这样 这就不可思议 这个世界上 绝大部分的矛盾与冲突 都来源于认知的错位 和沟通不畅 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人 在最短时间里 看懂自己和他人 九星人格 九星人格就是一门最直接认识自己性格 了解他人行为模式的古老智慧 李兴桐 在我们的九星教学和实践当中 我见证了太多的家庭关系 从濒临崩溃 走向河界 也指导过很多企业 将九星作为沟通基础 让团队就能够快速地达成一致的愿景 管理者 做到知人善用 人尽其才 而员工们 也因为清晰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和发展方向 从而变燃了团体的动能 实现企业业绩翻番增长 这次我把公司的所有的创业伙伴都拉过来 九星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识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 整个企业里面的沟通效力 沟通深度能得到大大的提升 自从学习九星以来收益匪浅 这一路13年来吧 我觉得因为学了九星 在企业中更不一样 我就知道我的总经理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财务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我才把它用在合适的岗位上 我知道对于六号我要说 你去做吧 出了问题 有我 那我更会对三号说 加油你是最棒的 所以他们就会做起来 就会很放心 学九星对我的帮助很大 很快地去识别我客户 合作伙伴的性格 我会发现我更加地懂他们 诺亚在招聘和选拔人才的时候 集我们的九星 是这样的一套测试的 九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 准备入职的人 他在天赋的秉性 和与人相处性格特质方面 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 为他设计一个最适合他的岗位 刚好诺亚目前处在 转型的一个变革期 我知道星彤老师 马上又会把他升级的 这样的一个课 待机诺亚 所以我非常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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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